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後到南宇哥要討聽我廟宇 充當快去走 一百二三年後面 開車不用換點錢 然後到兩後宮就有吃病 我父母就在那百秋節 新化 新化在早期叫做大木匠 那大木匠就是平埔族語 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希拉雅族語的語言 那在荷蘭人在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的南部有很多的蘋果族 但是都只會講他們沒有自己的文字 那荷蘭人就教他們用羅馬拼音的方式 來介紹新化大木匠這個地方 所以說他就用TAVOCAN來講述這個大木匠 那大木匠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應該是用TAVOCAN 那它就是新化是一個有山有林非常漂亮的地方 從二地呢 二地很多的山產 其實它中間就會經過新化 那因為新化呢它不僅在水運還有陸陸的方面呢 它都非常的方便 要輸送到內山 延山地區呢會經過這個新化 然後從延山地區所生產的一些物產呢 它就透過新化的陸陸跟水運呢 又運到浦城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集散地 那新化這邊呢它其實也是農業還有續產業 甚至是林業的一個實驗地 那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 中興大學的新化林場 還有農委會農產試驗所 續產試驗所都是在新化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它雖然看起來只是岩山的一個地方 但是它因為農產還有這些實驗改良的研究 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也替這個山城呢 帶來另外一種不同的感受 二地呢其實最多的就是竹林 其實台灣到處在鄉下都有竹林 只是因為那個人是慢慢的這個 人口的集中之後呢 那個竹林就消失了 但是我們在二地呢 可以保存非常多的早期的農村的景觀 那竹子的本來就是傳統的農村呢 最重要的一個支援 因為它除了竹筍可以吃之外呢 它整根竹子都有用途 葉子呢可以來包種子 然後竹子呢可以做房子 那這些材料都自來自於 所謂的二地 我沒有韓國秀 我們都會在那裡做 我沒有韓國秀 我們都會在那裡做 那小時候我們父母在做 那他的生活在看 那看看會在那裡做 到比喻後 我們爸爸說 你如果有興趣要做 我一百塊給你做 我真的就這樣做 那做做到後面就真的 我興趣就開始做了 我都沒有拜書或什麼 就像對我們爸爸媽媽做 在做基本的那個 生美女 那過來我就說 自己看自己做 自己想自己做 你不是想到那裡做到那裡 還沒到那裡 還沒什麼地方在看 我就做做做 對 水水 就老了 如果媽媽它聽起來 這樣啊 我就說 我煮飯也在想 吃飯也在想 睡也在想 我跟妳說 大家都最好笑 我們現在在的位置 就是在榮崎的水土保持園區 所以這邊最重要的岩石呢 就是泥岩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背後 這個是泥岩最重要的特徵 泥岩它的岩分高 沒有辦法長什麼植物 所以就突突的 那這個泥岩呢 這個膠結很差 一戳的話都會碎掉 它膠結很差 所以它當然就容易侵蝕 就容易形成這個石膏 第三個呢 就是泥岩的顆粒很細 它不透水 水滲透不了地層裡面 所以它在表面繼續流的時候 就把蟹子這個勾 那這三個特徵 就是光突突啊 坡面斗啊 這個多很多雨石溝 這都是只有在泥岩裡面才會出現的 所以我們現在所在的呢 就是台灣南部的很重要的泥岩區 這個就叫做惡地 這邊的農作物很困難 那這邊的河流很容易堵塞 這邊的這個道路也很容易崩塌 這都是在泥岩區所出現的一些負面的 同樣的道理 水庫也可以利用泥岩這種不透水的特性 在裡面儲水 台南的南華水庫和烏山頭水庫 都有利用泥岩這些特性 把水庫蓋在上面 因為它就是不透水喔 所以有人動腦筋說在這邊 建垃圾掩埋場 那個水進去又流不出來 對這幾個年輕人有一個記態就是說 他們如果來到這裡 看來這個環境這麼好 也不記得這段說 有很多人在那個牛腦筋賣場這一件事情 去付出到今天 所以呢 如果他們來到這裡 我希望他們也可以去營燒這個土地 可以像這些事情 說到外面的人聽 我們這一個原來有一個原住民社叫大木匠社 應該是1626年正式成立的 其實後來據說 荷蘭人認為大木匠社的社民 比較不好管理 所以就把它解散掉了 那是大概在1655到1658之間 那兩三連走的事 他們把一部分的人 就希望歸併到新市的新港車 一部分就沿著這條水路 就剛才講的這條水路往上走 然後經過一個叫三色甲的地方 再往裡面到新河 目前新河那邊就是原住民的區域了 再往裡面到口皮 目前的口皮國小那一帶 同樣姓可以看到有姓標的 有姓哀的 姓腕的 那一類都是原住民的姓氏 跟著我們調查去那邊的原住民的廟 還有37間 新河區內就有37個阿歷史的小旋 的拜拜場所 表示那一帶真的是我們原住民的活動區域 我們現在目前的位置 是在寶生大地廟的廣場 根據歷史記載大概300多年前 這裡是有一個小港口叫陽宅港 它的水路是發源在我們大木匠 大概在現在衛生所那一帶 當年船是可以進來的 所以從目前的洋航那一帶 連航那一帶 往這邊走 一直船可以走到陽宅港這邊 因為新河這邊出產了很多的路 據說都賣到日本去 所以這裡就形成一個小型的港口 熱鬧的大概有100多年 新河最可愛的地方就是 我們從日治時期 我們有很多的歷史間 我們都擺不下來 從楊慧峰先往隔壁的街議場 到老街 到我們伍德店 到我們的日治宿舍區 到我們有一個鳳安店 甚至公會堂的 這串連起來就是成為 我們新河的大木匠文化園區 所以說我感覺新河的文化體驗非常夠 透過這條路線 二地山的路線 大家可以實行體驗 不管是我們印象中裡面 非常零極的二地 或是說延山地帶的一些市政 可能隨著時代的發展已經默了 其實不然 因為它這個地方 然後有非常好的生態 那在榮崎二地這個地方 這兩年來 它也舉辦公山祭 也吸引了非常多的觀光客 到榮崎這個地方 所以慢慢的帶動它 就是專門產業 主產業的部分 那成大在進行來 針對二地的部分 來一個 USR的計畫 那也是希望 思考這個主產 主義的部分 還有主動文化 能夠進一步 也帶動這個地方的觀光發展 關於二地三層這條路線 有一些事情要請同學特別注意 第一點 由於行程要去到榮崎的二地地形 還有新化老街 路程非常的遙遠 請同學出發前一定要把水補滿 必要提前上廁所 二 物備行程無適應處 請同學一定要準備防曬的用品 以防曬上 三 因為會去到二地的地形 請同學避免穿著 有肉腳趾的 涼鞋、多鞋 緊鑽油包覆的線 第四 中午 會讓同學在新化老街自行用餐 請募必須帶錢 並確實遵守當天 帶隊老師宣布的 極有時間各地 不要跑錯地方喔 一旦 沈廣 街 你 逢 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